现在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一款无针射品美术枪 然后呢,这个是它的针头跟注射器,这个是耗材 然后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用到的产品 这个产品我们也有搭配销售,就是说可供选择的 我们打开这个产品的包装之后呢 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一个多态寡态丝 这个是比较昂贵的物质 所以说它是我们人体里面 细胞本来就含有一种物质 所以说我们是用植物把它提取出来 然后这个是玻尿酸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阀门 需要这样子把它拧开 然后呢,这样子 就是说玻尿酸先推过,挂它湿着一边 这样子慢慢的把它融合 我们混合之后看到的是这样的液体 我们这部仪器只适用于液体 因为呢,这个针管跟仪器是不匹配的 所以说我们要换回原本用的 一个注射器 把它打开来 然后把这里拧开 这个装上去之后 慢慢的推到这边来 我们排除掉空间 我们打开拿了注射器之后看到这里是有一个针头的 我们把针头拿出来 然后装到仪器上 好,我们首先看到这里是有一个孔的 然后呢,对应了这里有一个竖起来的塑料的位置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卡位 我因为是用左手来操作方便录视频 可能看起来有点别扭 是这样子对准 然后呢,按下去 这里有一个卡位 它刚好卡紧 这样子仪器就很结实地安装的 我们针头,你看 我们看到这里有三个selection 我们先选择第一个 然后呢 回到仪器背后 看到这里是有一个发射的按钮 这是一个感应器 sensor来着 然后呢,我们用针头的sensor 然后去touch仪器 好,先开始 按start 然后呢,仪器这里有一个前进跟后退键 它是这个 推进器 我们先把推进器 以后 然后 安装刚才已经调好的药液 这个东西是可以转的 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去安装 这样子 我们要卡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把推进器下前 然后呢 先把这个安装好 然后呢 先把这个安装好 然后呢 先把这个安装好 这样子 这样子它就很结实了 我们看到这里针头它有一个时间 还剩4个小时54分钟 那么这个时间就是这个针头的使用时间 我们刚才是用针头开的锁的 所以到了时间之后呢 这个不移器就不能工作 就需要更换针头 那么 如果说我们做完这一个客户 那下一个客户再用也是需要换针头的 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给到客户一个比较安心的感觉 最后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几个按针 第一个speed是一个速度 就是说调仪器我们工作室的快慢 那第二个dos是剂量的大小 那么这里是一个if功能 if功能的话呢 我们可以调到5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可以由低到高去调 因为if射频呢 它是有一点点发热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客户一个 这个适应的时间 好 那么呢 我们下面还有三个小按钮 三个小按钮呢 它就是跟光谱一样 光谱一样的光 那么我们点击红色 这里针头的光 它就变成红色 那么 绿色 它就变成绿色 我们最后看一下蓝色Blue 因为蓝色是一个具有舒缓功能的光 所以说我们先选择蓝色 作为治疗的一种光谱 我们先稍稍的把客户的脸给测一下 然后呢 从这一块脸颊的部分 开始做一个提拉的一个走势 我们这样子就是用半边重叠的方式 这样子慢慢的走上来 我们可以看到液体呢 它是有很大的一部分 就已经注入皮肤下面了 我们在表面上可以看到一些稍微的湿润 然后这一部分呢 它会慢慢的慢慢的 也会被皮肤吸收掉 我们一般就是说一边脸是走三遍 然后呢 到眼眶部位的话 因为这里是无针的 我们可以做眼眶的部位 但是呢 因为它的皮肤比较薄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把药液稍微调低一点 我现在调到6了 好 我们来试一 连接到苹果肌的部分 然后呢 额头我们的走位是这样子 由下往上 由下往上的 我刚刚是收缩毛孔的 这位先生看到这里毛孔有一些发炎有一些痘 所以说 我们用比较收缓的一个东西 我们要去收缓的一个东西 请不吝点赞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